这是王公国小六年级学统大小共学的活动 呆大学设计学院是安排小朋友参观教育系的九大工坊 透过视觉、嗅觉、味觉、听觉、触觉、无感的体验 深化美学教育 那个大学的社会责任这一块 USR里边我想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分享共享 那因为很可惜是王公国小共门稍微有一点距离 否则的话呢我们的分享共享可以做得更落实 因为小朋友有的时候光是一个参观 可能没有办法很深入 但是动手做让他有无感的体验 就可以唤起他真正比较我们说的深层的美术教育 那王公国小呢位于彰化的海边这边 那因为我们这边的话也是目前彰化线的一个蛮大的风场的附近 那在我们这边的话因为他这个风场距离 我们可能会有一些距离 我们比较没办法实地带孩子去接近这些风电的场域 所以我们就利用跟大学合作的机会 然后让他们来帮我们 跟我们老师们一起来共同来共备 一起来帮来完成这个课程这样 另一方面参访行程也让小朋友到AI人工智慧研发基地学习 认识人工智慧的应用 小朋友将喜欢的明星照片上传到系统 系统就会开始自动的判别 产生年龄性别等资料 小朋友都觉得很新鲜很有趣 那今天最主要是想让他们认识一下 AI人工智慧的一些初步的发展 还有展示一些目前本校在人工智慧发展的一些成果 那同时也带同学做一些有关人工智慧方面的一些游戏 比如说人脸识别 小朋友可以把他们喜欢的明星上传到这个网页上面去 那么人工智慧网页就自动会去判别 这个明星的年龄性别还有他的一个种族 王公国小教务主任徐明俊也感谢大家带学 分享教育资源给偏乡 让美感教育和科学教育向下扎根